我们衣服的画样已经教完了 接着我们就直接开始教这一款衣服的整件衣服的织法 这一整件衣服我们螺纹我们用的是7号磅针 也就是4.2mm的磅针 我们起针要起128针 我用的是弹性圆边的起针法 大家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起针方式 弹性圆边的话一根磅针是35公分长 起针一根磅针大概可以起20针 我们就开始量这个线 128针的话我们就开始量 24681012 稍微多一点就128针 接着我们还要多量两根到两根半的磅针长 我们要多量的线是用来缝旁边这边的缝合的位置 所以我们再量多量两根就好了 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把磅针拿来压下去 拇指还原归位转 好再来一遍 拇指往前 拇指往后 拇指还原归位转 拇指往后 拇指往前 拇指还原归位转 我们就用这种扭转的方式起针起128针 我们这边已经起了128针 然后我们要织两行 然后我们要织两行 两行就是下针织上针不织 第一针下针我们织 线绕到正面上针不织 下针织上针不织下针织 我们正面这一行跟背面的都是下针织上针不织 我们把这边两行织完 我们再来改针 我们这边下针织上针不织 已经织到第二行 最后几针了 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 到正面第三行 我们就要来改针 这边上针不织下针织上针不织下针织上针不织下针织 最后一针上针我们不织 然后到正面 好接着我们第三行 第三行我们上针下针都要织 同时我们这边因为是两上两下的 我们这边也要改针改成两下两上 第一针下针我们织 第二针上针 所以我们要跟第三针两针对调 因为要换成两上两下 这两针从这边一起穿过来 把上针放到后面 下针 这样就是两针下针 线织到正面 两针上针 线织到背面 这边一针下针 下针完毕又要下针 这两针位置要对调 我们就一起穿过去 把上针放到后面去 下针放到前面 位置就换好了 下针 然后再上针 上针 再换给大家看一遍 这边下针 这两针位置对调 从前面穿过去 拿下来 左边棒针把第一针前面的换的上针 放到棒针上 然后再支下针 下针 上针 上针 再来下针 再换一次给大家看 两针一起拿下来 上针放到棒针上 然后再支下针 针 再来上针 再来上针 上针 接着同样下针再换针 我们把这一行换完之后 再从背面开始支 两下两上 我们这种两下两上的螺纹 总共要支22行 包括我们刚刚起针下针支 上针不支在内 要支22行 它的长度会是8公分长 我们这边螺纹织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支衣服上的织法 我们衣服后身的螺纹已经织完了 也就是这边22行 接着我们换成8号的棒针 同时我们要把花样的位置给定出来 我们就按照这个地方的来算针 我们这张表格上面就已经先算好了 这边算是2468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先做一个记号 到这边 到这边 然后再24针花样B的 2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再做一个记号 然后接着6针的中间这边的麻花 24 6 我们这边也同样做一个记号 然后再从我们再从这边算 24 6 8 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记号 然后接着24针 2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这一段是花样B的24针 然后再一个6针的麻花 24 6 好中间这边是52针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52 这一段就是单柜花跟挂针的位置 我们从这边就开始枝 我们记得这边如果第一针是挂针 我们这一边左边的这边也要挂针 它花样两边才会一样 我们挂针在这一针 然后这边三针 这一针挂针 这边又是三针 我们就从这一针开始 这个边上的这一针我们不要管它 这一针就下针 先捞到正面 上针 这一针挂针我们照样支下针 因为我们在背面挂正面 结束 好 我们这边就先支一上一下的 然后背面才会 才好做挂针 好 这是花样A的 接着花样B就是24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的 我们就按照先前交的位置排列 先绕到正面 6针上针 1 2 3 4 5 6 等于这是花样B的就定位 然后先绕到背面 4针下针 1 2 3 4 先绕回来 4针上针 1 2 3 4 先绕到背面 同样4针下针 1 2 3 4 先绕回正面 好这边6针上针 1 2 3 4 5 6 好 先绕到背面 接着这边就是麻花 6针的麻花 1 2 3 4 5 6 好接着我们就要注意到这边了 这边的话为了要让花样的位置 摆的两边左右一样 所以就要注意到 我们从这边开始下针 然后线绕回来上针 这一针是挂针的 好我们就从这种方式支 支到左边 然后我们再来做左边的这边的分针 这边中间就先第一行就是一上一下 我们这边已经到左边了 左边这边是六针的麻花 我们就支六针下针 1 2 3 4 5 6 然后接着又要做花样B的 花纹就定位 左边也有一个 我们线绕到正面 6针上针 1 2 3 4 5 5 6 然后线绕到背面 4针下针 1 2 3 4 然后线绕回正面 又是4针上针 1 2 3 4 4 线绕到背面 4针下针 1 2 3 4 4 线绕回正面 6针上针 1 2 3 4 5 6 我们这边又是单柜花加挂针 记得这边的花样跟这边要一样 这边看到的这一针是下针 这边最后的话就是下针 上针 上针 下针 上针 下针 上针 下针 最后 我们花样的位置就固定了 然后我们就按照花样的织法 把整个后片这边的位置织出来 这边织的时候织到100行 我们在这边做个记号 这边是袖子的停止点 然后再织72行 后片就完工 我们先把后片织完 再来织前片 我们衣服按照图样 我们这边要织100行 也就是从这里到这边 我们已经织到100行了 100行织到的时候 我们这边要做个记号 两边都要做 可以看到我这边也做了 这边也做了 都是100行 然后这边织完 织到100行的时候 我们再往上织72行 我们也已经织完了 我们这边织的是71行 因为我们这边要把衣领的 这个地方位置做出来 记得织外套的时候 我们这一段中间的衣领 这边我留的是42帧 也就是20公分 我们这一段我们要把它收掉 这样子的话 把衣服的前片才不会垮掉 所以我们这边已经织了71行 71行我们反过来到背面这边 到背面这边我们要往这边织 要织43帧过来 我们才能做衣领的收针 我们先织过来43帧 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按照我们的针法织 织过来43帧 我们再来收针 我们就照支花纹的样子 支 我们先支过去43帧 一二三 四五 四十 四一 四二 四三 我们肩膀这边43帧织完了 接着我们就要从这边收过来 要用套收的方式套收掉42帧 我们就用下帧的套收 线到正面去 支第一帧 然后再支第二帧 我们把前面这一帧套收过来 一帧 然后再支 两帧 再支 三帧 再支 再套收 四帧 再支套收五帧 再支套收六帧 好我们这边已经套收到最后几帧了 我们把这边最后几帧套收掉 好这边套收掉 这边还有一帧我们要利用到肩膀这边的 我们套收过来 然后这边我们要有43帧 我们这边一帧 我们这边还是要照花样的位置之一帧 两帧 三帧 四帧 五帧 六帧 七帧 八帧 九帧 十帧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 七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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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十 四一 四二 四三 好我们这边左右两边都四十三针了 我们依林已经剪针剪完了 左右两边肩膀也已经支好了 然后我们这个后片就完工 就先放着 然后接着我们就来织前片的织法 我们后片的衣服已经织完了 接着我们就直接做前片 前面的织法跟后片其实也完全一样 只是它起针起的比较少 这边起针起的是六十四针 同样我们量一下这个磅针 我们是一根磅针可以起二十针 我们就算 这边是二 四 六 六十四针我们稍微多留一点 另外我们还要再多留 多留大概两根磅针 用来缝这边旁边的斜边的线 我们就多留两根磅针 好 然后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起针 我们起针方式跟后片一样 同样 手指打开 磅针压下去 十指往前转 拇指往前 十指往后 拇指还原归位 转 同样第二步第三步重复 拇指往前 十指往后 拇指还原归位 转 然后十指往后 拇指往前 十指还原归位 转 再来一遍 拇指往前 十指往后 拇指还原归位 转 然后十指往后 拇指往前 十指还原归位 转 我们就用这种扭转的方式 起针起六十四针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好 我们这边起针起完的时候 跟后片一样 第一行第二行下针织 上针不织 然后织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改针 我们这边第一行第二行下针织 上针不织 已经织完了 然后接着我们要改针 改成脸下脸上 我们同样 把第一针织掉 第二针我们要下针 我们就要把第二针跟第三针对掉 两针位置对掉 把第三针拿到前面来先织 好 我们拿到前面来了 先织下针 这样就变成两下了 线织到正面 上针 然后再来 上针 线织到背面 这一针是下针 我们就造之下针 然后接着要两针位置对掉 对掉之后 它才会变成两下 两上 下针 线织到正面 上针 然后再上针 线织到背面 下针 接着这两针位置又要对掉 同样这边下针 线织到正面 上针 接着下针 对掉位置 下针 上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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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织到背面 下针 上针 又要对掉位置 下针 上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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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下针 对掉位置 下针 上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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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这样子位置全部对掉完毕之后 从我们背面照样开始织的时候就要开始织 两下 两上 记得织这一款衣服的时候 边上的这一针一定要织 因为它是开前针的 如果你没有织的话 衣服的螺纹会往里面卷会不好看 好这边就照织上针 我们这边螺纹同样跟后片一样 总共要织22行 包括我们刚刚起针的 算在内要织22行 22行织完了之后 我们就按照我们这边给的图样的针法分配位置 可以看到我这边有分 前片左侧 前片右侧 两边的针法的位置就按照这一张图排列 排列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往上织 同样往上织 知道100行的时候 我们要做记号 然后从这个地方螺纹这边开始往上算 算起知道148行的时候 我们要做衣领 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在教大家怎么做这个衣领的圆的地方 我们按照图样的分配的位置来摆放 这边左边的这边是右边的 两边的位置要按照这种图样来摆设 它的位置才不会歪掉 我们这边是左侧要做衣领减针的地方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花纹记得 挂针多的地方放中间 少的地方放旁边 好这边是要减针的地方 再挂针的地方减针 我们这边已经算出来在二减四要减两次 我们这边是先减针 然后再补上一行 二减四的减针是一行减针 然后在背面再织一行 所以我们先减针再补后面的那一行 我们这边的话是二减四的话 我们同样用套收 织第一针 再织第二针 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 一针 再织一针 两针 再织一针 三针 再织一针 四针 然后接着我们把正面这边有花纹织完 背面也织完 然后再到正面 我们再做一次二减四的减针 我们这边二减四第一次剪完了 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着我们再做第二次 好这边第二次同样 织第一针 再织第二针 同样把第一针套收到第二针上面 一针 再织 套收两针 再织 套收三针 再织 套收四针 然后接着同样 把正面的花样织完 背面的织完 再到正面再做二减三的套收 我们这边二减二的套收 二减三的套收 他做法跟二减四一样 我们把这一段织完 我再告诉大家 怎么样做二减一的减针 我们先把这一段套收先套收完毕 我们这边左侧一领 这边减针二减四两次一二减完了 然后二减三两次一二也减完了 接着二减二的两次一二减完了之后 我们把背面的这一行织完再到正面 我们开始再做二减一的减针 我们就开始直接做二减一的减针 我们把第一针织掉 线绕到背面 我们就用下针剪针 两针一起织掉 就剪掉了一针 这边挂针我们照样织挂针 这边有花样的地方 我们照样把花样织完 背面再织完 再到正面再做第二次剪针 我们这种二减一的剪针 我们要剪三次 三次剪完之后 这边要织六行 但是我们要织七行 因为我们最后一次二减一的剪针 会有一行断差 我们要加进去 所以这边二减一减三次剪完 织七行 我们这边左边的这一片就完工 我们先把左边的这一片先织完 这边是左侧的肩膀部分 最后一行的最后几针 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 好 这边二三四五六 好 线终到正面下针 上针 最后一针织掉 好 我们一领织出来 会是这种样子 然后接着我们把这边的线剪断掉 这边线只要够打结 然后接着我们就要来织右侧的前片 好 我们织完之后 会是这种样子 接着我们是右侧的